餐廳出了新品 你會想要試試看嗎 然後飲料店出了新品 想試試看 還有新的女人在你面前 你還不試試看 當然試試看啊 其實特別也沒有 我覺得大家最常就是說什麼 回家的時候 然後看到男朋友在 那你們有沒有曾經被批評過 有 Pc啦 他跟我分手啊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事情不對 然後就去看他的email信箱 那時候還是弄email 然後他們就是 一位是飯店的主廚 然後 劈腿的人是外喬妹妹 講起來是氣耶 我還沒聽過耶 下次再講給我 飯店的主廚啊 大飯店 我媽從此不想再去那家飯店吃飯 別人劈腿 但我沒有劈腿 怎麼發現 他朋友跟我講話 我說我覺得你人太好了 我覺得你一定要吃早 其實特別也沒有 我覺得大家最常就是說什麼 回家的時候 然後看到男朋友在 舔那個小三個角 有沒有看過 我沒有被劈腿的朋友 只有朋友偷吃 他就覺得太無聊了 人生太無聊了 太無聊了 太無聊了 有沒有曾經被劈腿的朋友 有啊 當時就是 因為你兩個人在一起 你多少都會有點感覺 怎麼會抽魂或外遇這件事 怎麼會覺得呢 為什麼出了 就是匮乏 不喜歡對方了 其實我心裡剛剛想到這個姿勢劍 因為不滿足 餐廳出了新品 你會想要試試看嗎 然後飲料店出了新品 想試試看 還有新的女人在你面前 你還不試試看 那試試看啊 好像是新鮮感 沒有新鮮感吧 感覺對了就直接出櫃了嗎 受到誘惑 感情一定是有出問題啊 我覺得當時的問題比較大耶 這次是人類的 哪就有的習性之一 只是因為現代社會 你必須要一敷一膝 你說為什麼會出櫃 那是我覺得人之常情 人在劈腿的時候會有哪些表現 很緊張吧 就是有人不是說偷情的人 就是都會小心翼翼的 就好像要在做什麼 跟做小偷一樣的感覺 不給看手機嗎 我覺得就是搞失蹤 或者就是你們知道身體嗎 就是把身體關掉 就是取消定位 就會覺得很生氣 我覺得會變得比較冷漠一點吧 也比較不會報備 可能會突然我覺得會打扮 突然他就是買了 他不會保養光品 會外遇會被發現 就是不懂得怎麼擦嘴巴吧 劈腿的人就是 第一個就是沒有生活目標的人 他就覺得太無聊啦 人生太無聊了 第二個就是很愛追求錢的人 第三個就是一個 對自己自信不足的人 我覺得很愛玩遊戲 是一個主角 當下可能很新鮮 但是可能後面會有報應 就是存在這樣 如果不會害怕就去吧 遇過就是不錯的對象嗎 有啊看一些奇怪的網站的時候 不是都會喜歡裡面的女主角嗎 對有時候也是會這樣子啊 奇怪的網站的時候 不是都會喜歡裡面的女主角嗎 會覺得 懷疑說自己是不是遇到更好的對象 但是實際上並沒有 那如果說這個對象是覺得你 就是覺得他更好 你會選擇勇敢追求還是放棄 這有點難耶 這很難耶 可是如果他這個樣子不好 我就不會跟他塞棄啊 我覺得一 現在這個年紀應該是放棄 他可能更好 但是不見得適合我 可是我覺得愛是自由的 只是這個自由是不會傷害人的 但是如果你做出這些行為 其實你就是表現出你 只是一個了解愛 我剛才有一首歌那個熱狗的歌 叫什麼 親手女27 他說裡面有個歌詞說什麼 我的罪惡感告訴我 只能有一個家這樣子 回到家裡 我還有另外一個他 我的罪惡感告訴我 只能有一個家 我覺得新鮮感這個東西應該就是 跟舊的人一起體驗新的事物 但是有一些人 大家定義就是 新的人體驗舊的事物 當你決定要投入一段感情的時候 那新鮮感就不再是你的首選了 等於說你承諾對方是一個關係 那有這個承諾之後 你就不可能把新鮮感放在第一位 報復其實就一直會得到 很爽快的感覺 但我覺得後來可能會有一點後悔吧 當你學會如何看待這些事情的時候 比如說我遇到外遇的對象 可是我可以從中發現不一樣的優點 我就可以去轉變這樣的場景 可是如果你遇到這些事情 你一樣更是技術 你就沒有辦法翻轉 你就會一直一直遇到外遇的人 本來說他說感情沒有對錯 忠誠只是一種選擇 哦哈哈哈哈 別太傻狗血了吧 別太傻狗血了 我覺得就好好的講 我覺得不愛了就不愛了 不要在那邊拖泥帶水 不要我又喜歡上另外一個人 但是我又說我好愛你 可是我覺得這樣不是應該 可能真的有人會同時愛上兩個人 人不能太貪心啊 你總是要做出一些選擇 你人生也是要做選擇的 你不可能說我兩個都喜歡 我兩個都要 忠誠只是一個社會的約束感 就是有些太多人是因為這些 覺得他被壓抑 所以他才會處於在一個長期情感 覺得很痛苦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巨大 社會要探討的問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